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妍 欢迎来到我的平台游戏控制器教程 本期的主要内容是项目的创建 我们将安装项目需要用到的Unity官方插件 并导入项目所用到的支援包 请大家打开Unity Hub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Unity Hub 可以在影片下方找到它的下载链接 先说一下Unity编辑器的版本 我们点击左边的安装选项卡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正式发行版中的最新版本 也就是2021.2.9 F1版 理论上大家可以使用2019版本以后 任何版本的编辑器来创建新的项目 不过我还是提前大家下载安装最新的版本 因为在界面和功能上 新版本和旧版本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的项目选项卡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新项目 模板的话我们选择普通的3D模板就可以了 然后请大家给自己的项目起一个名字 文件夹的位置大家可以学我 专门建立一个用了存放Unity项目的文件夹 要注意的是不管是项目的名字还是文件夹的名字 都不要使用中文或者特殊符号防止出现一些奇怪的bug OK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创建项目按钮 Unity就会自动开始项目的创建了 我们稍等一会儿等待项目创建好 OK项目创建好了 我们先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 将Layout窗口布局换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式 然后点击右上角 然后点击菜单栏里的Window Package Manager 打开安装包管理器窗口 我们先把一些不需要的安装包清理掉 只保留Unity UI 以及这三个代码编辑器支持插件 默认自带的其他插件我们都不需要 如果插件需要升级 我们也升级一下 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选择Unity Registry 这样会显示所有的Unity官方插件 我们依次安装虚拟相机插件 新人本信 后促拟插件 Post Processing 以及新的输入系统 Input System这三个插件 大家可以通过在窗口右上角 这个搜索栏里输入插件的名字 来快速找到这几个插件 Input System 安装时会要求我们重启编辑器 我们选择Yes重启就可以了 OK 编辑器重启之后 我们再次点击这个按钮 换成In Project 这些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中 所需要用到的所有插件了 接下来我们导入本项目需要用到的所有支援 这些支援我已经打包成了Unity Package文件 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说明中 找到这个支援包的下载链接 我们可以点击编辑器窗口左上角的 Asets Import Package 来导入支援包 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支援包拖载到 Project窗口里的 Asets文件夹里 来完成支援的导入 选择全部文件 然后点击Import按钮 稍等一会儿支援就会导入完成了 我们在Sings场景文件夹中 可以找到这个Test Ground Scene场景 双击将它打开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中 会用到的场景了 现在场景中的光照有点问题 这是由于项目设置中的Color Space 色彩空间选项 模仑设置的是 Gamma模式 我们点击菜单栏装的 Edit Project Settings 打开项目设置窗口 在Player选项卡里的 Other Settings 可以找到色彩空间的设置选项 我们把它改成Linear 再按后处理的颜色 就会正常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景 这是阿盐一线制作好的平台跳乐类游戏的关卡 我们有各种长度和高度的平台 障碍物 机关 以及可以拾取的倒计等等 我们这个教程的主要内容是基于状态机架构的角色控制器 因此关卡我就先帮大家做好了 这是我们的主角 可能有些同学不认识他 他叫Unity醬 是Unity日本分公司做的官方角色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他的官网 这个官网的链接 以及这个角色在Unity支援商店的链接 大家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找到 这个项目我们还用到了一些其他的支援 全部都是我在Unity支援商店里找的免费支援 包括模型、音效、特效等等 这些支援包的链接 大家同样可以在影片下方找到 OK 接下来我们来创建几个文件夹 大家不要忽略这一点 文件夹的架构 对项目维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从而导入支援包时 阿妍帮大家创建好的这几个文件夹 我们在Asset文件夹底下 再创建一个Data文件夹 在这个项目中 我们将大量使用Scriptable object 可程序化对象 因此这个文件夹 将专门用来存放所有的可程序化对象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Settings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 是用来存放所有的设置文件的 我们再创建一个Script 脚本文件夹 顾名思义 这个文件夹将用来存放 所有我们制定的脚本 在这三个新建的文件夹底下 我们还将新建几个指文件夹 这些指文件夹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 这是阿妍制作的本项目的文件夹结构图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影片 按照这张图创建好这几个指文件夹 OK 这里我已经把这几个文件夹都创建好了 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文件夹结构 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 还请大家帮忙指出来 最后阿妍给大家留一个小挑战 请大家研究学习一下 这个Test Ground场景是如何制作的 大家可以好好观察一下 每一个游戏对象所挂载的组件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跟着这个场景 制作一个你自己的关卡 当然这是额外的挑战 大家请按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来完成吧 OK 这就是本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下一期 我们将讲解什么是状态机 并构建一个基础的状态机系统 感谢您观看本影片 我是阿妍 我们下次见 即是 太棒了